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加入我們的 就是私生記者戴汪玲 志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汪玲 我們聊了這麼多天的紓困 從一開始大家說 這個蘇貞昌說 我給大家1萬塊 而且沒有加到國保的 然後你可能沒有薪資證明的 也都可以來申請 那時候好像說 大家都滿開心的 對 因為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5月4號 他開完記者會之後 就有一堆民眾衝去哪裡了 衝去公所說他要搶辦 結果公所才說 我們還沒有拿到公文 是改5月6號才要去真正申請 結果到5月6號那一天 就民眾蜂擁的跑去說要辦了 結果大家東辣西辣 結果才發現說 不是到了拿著身分證就可以領嗎 因為他們說 每個民眾都說 我們看電視上講 看院長說 只要帶身分證就可以了 怎麼領不到 結果就搞得人一堆人一肚子氣 甚至其實 昨天已經是第一天了 然後前一天 其實在5號的時候 救人有特地去跑去驅公所 也是大白長龍 但是卻是一個撲空狀態 所以從一開始到現在 真的是問題滿多的 對 因為民眾都在說 3萬塊錢領不到 結果1萬也拿不到 10萬更貸不到 就是說政府這個餅畫得太漂亮了 這麼漂亮之後 我們一毛錢還是拿不到 對 所以就有這個人家說 講得很大氣 升起來很小氣 但我個人覺得是說 其實民眾都是氣氣氣氣氣氣 因為真的是為了申請這1萬塊 真的是看得到 吃不到也拿不到 因為你到公所之後 你要填個表格 然後有很多民眾 越填越心酸 為什麼越填越心酸 你要用那個表格去證明 自己真的很窮 真的很需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眾很多不滿的聲音 都會出現了 對 到底你要怎麼去 這個去公所跟人家說 我很窮 拜託 我想要領這1萬塊 甚至3萬塊 其實很多民眾 也都是罵聲音一堆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們怎麼說 因為這個到6月份 所以您可不可以 到6月份就不用再紓困了 他說到明年6月 大家都要幫政委紓困 是是是 所以扯 人家全世界國家 不分任何公民 只要是公民 馬上就現金紓困 你現在一而再再 叫人那個 需要紓困的老百姓 等到這個疫情過了 不需要你紓困 對 不好意思 對不對 那我乾脆我們錢 來給他們紓困 不好意思 他們立晚人通過 是不是想把這個錢A走 不想給老百姓 很簡單 已經過了 所以說可以一走 我是要申請這個13萬塊 補助也是 你講說補助1萬塊 也是滿有用的 對不對 生活費就是說 便冒費什麼費 還可以這樣繳出去 那可以撐多久 撐也撐不久 撐也撐不久 這個聽了我都想哭了 大家感覺又急又氣 對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有各地的民眾 有花蓮的 有桃園的民眾 那花蓮那位民眾 他其實到了現場之後 花蓮的民眾跟區公所人員跟他說 今天還不能辦理 因為你的資料不齊全 請他先回去了 結果他就很生氣說 還要我回去 你要我來來回回幾次 他認為說這筆錢 政府我們已經到家通過了 為什麼要拿錢的時候 這麼的難 那另外一個那個富人 他是因為他本身是打零工的 他需要這筆錢來去繳房租 結果沒想到說 這個申請程序這麼的複雜 這麼的難 他非常的難過 所以說包括在昨天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來看到全台灣 各個區公所 基本上湧進了不少的人 總共授集裡也是一萬三百多屆 而且台北市是一千八百一十七屆 新北市是一千九百多塊兩間了 台中市是一千兩百五七屆 台南市一千四百五十五屆 但是這個是受理件數 真的有人已經拿到錢了嗎 現在目前有個最新的數字 台南是最快的 台南昨天受理的 大概有一千四百五十五屆 但是核發的大概有五十屆 所以今天早上的時候 黃偉哲已經去了台南的地區 發了十五屆 已經確定可以領到 這一萬塊錢紓困了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 可以看到很特別 新北市有一千九百四十二屆 為什麼新北市快兩千屆這麼多 對 因為昨天侯友宜就是率先說 一切簡化後果我來擔 所以說新北市全部都 只要你來申請我都受理 結果新北市開第一槍之後 台中還有桃園各個縣市 其實都來紛紛的喊話說OK 那現在如果你們來受理 政府都來幫你去承擔 幫你做背書的 不過因為這波紓困 真的是太亂了 亂到連民進黨的市議員 王世堅都說 都跑出來罵了嗎 他都說政府防疫95分 但是沒想到紓困只有59分 不及格 怎麼會毀在一個紓困這一關 前面防疫都很好 那怎麼紓困這一關就毀了 尤其我想要跟你聊一下的 就是花蓮 因為花蓮早上 可以說是有個髮夾彎對不對 對 因為花蓮的時候 本來今天要開放讓民眾受理 結果公告都寫出來了 說今天暫停受理 原因是在於說 並沒有收到政府簡化的公文 結果後來到了大概10點多 10點多的時候 花蓮是收到了公文了 收到公文之後 又再開放讓民眾受理 所以等於說一開始民眾 也都沒有辦法接受說 我明明就聽中央說 我可以來到這邊 結果到了區公所又撲空 結果又有一堆民怨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連線 給花蓮市長魏嘉賢 魏市長你好 我們主持人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市長我想要請教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 就是民眾到了這個區公 市公所才發現說 這沒有辦法申請 當初我們為什麼會貼出那個公告 其實也跟我們現場的主持人 還有記者朋友們報告一下 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早上10點多看到 行政院長的一個紓困方案的一個說明 其實當時候我們也非常驚訝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一個資訊 那他當時宣佈即時即刻 就可以來到鄉鎮區公所 來拿身份證就可以領一萬塊的一個現金 那當天下午我們所有的公所同仁忙得一塌糊塗 那到晚上的時候 才得到相關的一個資訊 那甚至到昨天也是非常混亂 整個非常混亂 很多民眾其實不像說行政院講的 這麼簡單的拿這樣資訊 就可以來做申請 那我們真的非常困擾 然後下午3點的時候 又開了一個記者會說要簡化流程 可是簡化流程 我們又沒有說到書面要如何簡化 所以我真的也非常非常困擾 那聽說今天3點又要再開一次記者會 那所以當時候我們在昨天的一個想法是說 是不是我們先暫緩一兩天 那等他規定明確的 我們收到公文紙本 畢竟公務人員是依法來行事的 不能叫公務人員來做違法 如果說真的他說的標準寬鬆 不像他講的這麼寬鬆 其實會造成民眾跟公務機關基層人員的一個非常大的困擾 市長想問一下就是說中央現在亂丟球 那你們地方父母關是不是特別的難做 其實以我們基層的同仁 還有我們現在的部分來講 這樣子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能夠非常明確 其實我非常感謝 我們行政團隊在防疫這塊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也希望紓困的部分也能夠讓我們所有的民眾都能夠有感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民眾是抱著說 我可以終於可以得到一筆紓困金來紓解我現在生活的困頓 那來到了我們鄉鎮市公所甚至區公署的部分 卻發現原來資格不符 原來要填那麼多的表件 原來還有很多的未知數 所以到了現場之後我們也很不忍心的 要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很多資料並沒有得到中央的一個相關資訊 必須要跟這些相親朋友說聲抱歉 那當然相親朋友有些真的是很辛苦來到這邊 不過我們這幾天也有一些訓練我們一些村裡幹事 未來會在村裡辦公室來加開一些窗口 直接讓民眾就近受理 好 市長你剛才說 你昨天也是在記者會上才知道說 竟然要簡化 等一下又要三點有個記者會了 會不會蠻緊張說 等一下你要怎麼接求 會不會其實也連帶造成你們基層公務人員的負擔 其實大家很無奈 其實我們在昨天決定 本來決定要延後兩天再辦理的部分 因為這個紓困可以到六月底 我們想要瞭解他完整的資訊 比如說行政流程 簡化的流程到底會不會有再變化 如果再變化的話我們跟民眾 民眾來了第三次第四次 他一定完全不能夠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情況 會不會公務人員其實蠻多委屈的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一天他們宣布的時候 我們晚上十二點才離開 昨天也是到八九點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做這件事情 是上面丟一個球 我們不知道球要丟到哪裡 在哪裡去接他 那下面的民眾又滿心期待的 聽到中央政府說到要放寬 放寬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相信如果沒有公文紙本到現場 我們根本沒有無從依據 市長 所以你受理之後 是不是還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要去審理這所有的案件 這當然 當然還有一些勾計的問題 那當然他紓困的部分 還有一些我們這段時間的一些補助的金額的部分 有些是不能夠重複領取的 所以這些東西還是要 必須要有一些勾計的系統才能夠來把這些 如果重複領取的人把它去除掉 那當然千切結束是一個方式 那未來千切結束的民眾 他必須要負相關的法律責任 那也必須要確保他是不是有沒有議領 或是多領到這些的一個狀況 了解 我們也謝謝市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辛苦了 所以說晚林姐 我就很想要好奇 然後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是跑政治的 我們可以看到從這一次從中央到地方 完全是沒有對接好 等於說中央突然喊了一個話 地方要去接球 其實也是接得非常辛苦 以過去來說 像是這種政策的發佈到執行 通常會過多久 他有哪些程序要走 其實因為剛剛為什麼市長 會這麼的緊張跟擔心 所以要求一定要有公文紙本下來 因為我們可以推說 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2008年金融海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政府也放寬了一個 急難救助金的一個標準 分發給一些民眾 但是擴大放寬標準 然後盡量的發 結果發完之後 這些鄉鎮市公所 已經分發的單位跟市長 全部都被審計處的人調查 為什麼會被調查 他們因為放寬的標準過於寬鬆 對 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已經提出了檢舉說 你們怎麼那麼寬鬆這樣分發 所以說這一次公務人員 非常的謹慎 就說OK 好 要這樣子 要是簡化的話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有個公文紙本 告訴我們的SOP該怎麼做 其實這幾天陸陸續續 包括很多公所 他們都為了要這個紓困 他們辦了一個 內部的員工的座談會 就一個人在那邊講在這邊說 遇到A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B的時候要怎麼做 C要怎麼做 其實他們有一些交戰守則 他們也擔心說 我錯放了一個根本不需要紓困的人 之後反而被檢舉 檢舉之後 但公務員是要被寄懲戒的 對 而且其實大家也說 現在亂性真的很多 包括我自己朋友是在 勞動部也說 這幾天電話接到手軟 可能民眾可能只想到 我要領一萬塊 就直接打進來 也完全都沒有想到說 可能接下來會有什麼的狀況 而且這樣的狀況 不只在花蓮全台灣都有 對 我們看到這件事是台中的 台中的潭子區公所 這個民眾他就是兩手空空 走去了公所 然後就說他要來辦 他要來辦那個情領紓困帶著 結果他什麼都沒帶 結果就被員工說不好意思 兩串交就想要來辦這個 你什麼東西身分證都沒有 結果他還怒罵了公所人員的日文 一句髒話 不雅字 對 然後我們看到新竹 新竹的民眾就認為說 不是說來了就可以領嗎 然後還罵公所人員說 你是故意刁難嗎 害我白跑了一趟 其實這種亂象 新竹 台北到處都有 到全台灣都有對不對 對 因為像很多公所人員 他們就私底下透露說 其實他們昨天面臨的 很大的壓力 什麼壓力是來自於民眾的壓力 被怒罵 怒罵的 罵的 還有宣洩的情緒都有 但是他們只能不停賠笑臉 所以加上剛剛又有一個 桃園區公所的人員 他就私下透露說 其實滿多的女職員下了班 都在哭 下班還回家哭 白天就是服務民眾 然後下班還回家哭 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過這個亂象真的非常多 在前一天 所有的區公所 還有申報人潮都大爆滿 雖然中央是緊急的簡化流程 不過南部地區還是狀況不但 以為帶身分證就能辦 甚至在高雄 有民眾連跑三趟 還聽不清楚 也都抱怨連連 那你們去查 那乾燈結果就好 你們現在說了一大堆 我還要來嗎 你說給我都不要了 我跟你講 索困說明說到一半 民眾已經不耐煩 因為現場宣布的 跟中央公布的 根本就不一樣 只是第一批先來的人 都還在聽取說明 另外一旁 晚來民眾 卻已經進展到書面填寫階段 再度引起爭執 其實中央宣布 除了身分證件 其他資料都可以簽加切結書 由公務員代為查詢 不過資料越齊全 申辦進度越快 但有人不清楚 明明有準備資料卻沒帶 因此多跑好幾趟 也一度抱怨 你們又發新聞說 不用資料的身分證 然後早上我就還是帶了 我資料來拉給身分證 然後又說不行 你還是要怎麼樣 全部要一定要怎樣 然後就跑來跑去 簡化是有 但是很囉嗦 早上來講了一些 無關緊要的東西 小姐 你先把你的經驗 你有醉味嗎 好 這樣你 另外在屏東的東港證供所 這位民眾一個人 就得簽下三份切結書 也是一肚子火 等一下我們會貼在這裡 那個切結書 我們會用箱子 然後自己拿切結書 原來東港證供所 讓資料不完備的民眾 簽下戶籍在外縣市切結書 無薪資證明切結書 以及無帳戶切結書 而隨著中央擴大 疾難紓困方案 申辦方式滾動式修正 也造成每天都有新的亂象 一再出現 TVBS新聞 趙立吳宗勳 葉旺達 何宜信 高雄屏東報導